環瓶未過就開工 沙羅洞無陰工 有白仙嶺綠色森藏 兼蜻蜓天堂美譽的大埔沙羅洞 孕育了不少生物 包括全港六成半的蜻蜓品種 但這片土地被發展商看中 計劃興建六萬個骨灰坑位 沙羅洞的命運就等環瓶報告審批 沙羅洞發展計劃 但這關未過就有村民發現 將屋附近一段100米的官地斜坡 泥土被人掘走 進去的小徑被人擴闊到3米 就這樣看車痕 似是有推土機洗過 不過在附近就找不到任何工程器材 村民懷疑有人偷步施工 叫政府快點盯緊 否則被人破壞生態 其實沙羅洞發展計劃 在公私營合作發展 骨灰坑場佔地盤一城 其餘都會流離做生態保護區 給綠色力量管理 而綠色力量和地政總署 都說不知有這件事 會盡快去看看 你好